茶叶分类 大家好,今集讲一下茶叶分类的方法 中国茶将茶分为六大茶类 究竟六大茶类是用什么概念来分类呢? 在我手上有来自不同地方采摘的茶叶 有来自混南、日本、台湾、潮州和湖南采摘的茶叶 可以看到茶叶的大小有不同 形状都是以椭圆形,有铁齿边 其实它们都是属于山茶科、山茶熟的植物 茶叶真正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它的制作工艺 即是说,同一样的茶叶 它都可以按照不同的工艺成为不同的类别 由于茶叶在不同的地方种植 当地的水土环境导致茶叶的内含成分比例有不同 以至某些地区会偏向做某一类型的茶比较多些 所谓一方水土一方茶 今集《茶叶分类》我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